今天是2024年6月17日星期一 今日焦点继续有我周天惠 为大家分析时事 今天我们会讲一下 第一就是由国安通缉犯 罗冠冲的妈妈间屋被房处收回 讲讲黄人的心态 以及由外媒大爆美军抹黑中国疫苗的黑幕 看一看美式民主的一些问题 昨天6月16日就传出消息 国安通缉犯前香港众志主席 罗冠冲挂妈林素兰 就在东冲日东一村的公屋单位被收回 房屋署就不点名 说那个单位曾经欠租违反租约 在今年3月发了签出通知书 终止他们的租约 之后就在6月完成了相关的程序 收回这个单位 完成翻身之后就会偏配给有需要的家庭 有网民就见到房处的说法 就提定下一手的租户 叫他们记得记得要用碌有叶水大清洁 脱下黑气 那又明白网民为什么这么说 罗冠冲他自己就着草潜逃去到英国 自己就韌韌脚 享咖啡 做汉奸 过着有人养住的优质生活 但整个家就因为他这个人而散了 家人被国安署带走问话 现在连间公屋都没了 还不够惨吗 不知道罗冠冲有什么看法呢 他又会不会突然间觉悟 为了家人回来香港自首 了结他自己一手一脚搞出来的政治闹剧呢 有网民上载了罗宅单位 外面贴出来的文件 其中一页是一个表 上面就有55项的物品 包括整屋的电器 床甚至连甲慢都榜上有名 反映租户似乎没有清理好就送人了 上面又写着 物主可以在文件发出之后的14日内 拿回一些东西 否则全部东西就会被充公了 如果物主想拿回 就要给收拾东西和储存费 相信很多香港市民都知道 公屋租户如果搬走 临走之前 房屋处会派人去看看设施 和装置 然后通知租户要还原 或者维修些什么 还会给你个价目表去参考 做完足才能走 要么就付钱房屋处搞了 我们就不知道罗宅有没有问题 但相信住了这么多久了 怎样都有些东西要维修下 每一间公屋都是纳税人的血汗钱 如果房署拍卖完罗家的残骸 都不够盖还原费、维修费和执夜费 希望储方跟逐程序规定 追翻足条数 真是一个崩也不能少 当然了 很快就有些黄人撲出来骂政府 例如说什么恭喜香港 开启连坐法 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处 说到好像政府禍及妻儿那样 我都知道那些黄人一向都不讲道理 但喂 现在在说欠造 公屋空置了 收回都说不合理 如果还有人觉得 只要涉及黄政客通缩犯 空置公屋政府都不准收回 我真的很难理解这种思维 香港人见识过长洲福合王 郭卓坚曾经霸住公屋 亦都见证过长毛梁国雄 做立法会议员月入十万 但长霸公屋的闹剧 真是希望房屋处加紧巡查和执法 善用有限的资源 帮有需要的市民 我们讲完政府执法的好事 我们就讲一下太平洋对岸美国的丑事 外媒路透社做了一个长篇调查报导 发现在疫情期间 2020年至2021年 美军就在社交媒体疯狂地开假货币 抹黑中国向外国捐赠的防疫物资 和科兴疫苗 报导举了美军在菲律宾行动的例子 他们说在Twitter 发现至少有300个美军操纵的假货币 自2020年的夏天开始 不断发贴文攻击中国制造的口罩 检测包和疫苗 甚至有账号在老屈中国疫苗 可能是老鼠药 报导又说这些行动逐渐向东南亚地区扩散 还会按不同的国家情况来玩 例如在中东穆斯林国家 就宣传中国的疫苗 有时含有著名教 不符合伊斯兰的法律 总之就是要你害怕了中国的疫苗 如果全世界害怕了疫苗 不重视疫情 其实对美国有什么好处呢 有个受访的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承认事件 但就不肯提供细节 报导引述一个官员说 美军考虑的不是公共卫生问题 而是如何拉中国落水 不止说得出 还要做得到 美军真的相当有人性 就连一些美国公共卫生专家 都跟路透社说 他们谴责美军的做法 是为了潜在地缘政治利益 而将平民放在危险之下 达特茅斯 盖责尔医学院传染病专家 Daniel Lucy 说 他听到美国政府这样做之后 觉得很沮丧、失望和幻灭 理由其实简单到 没得再简单 人命来的 Daniel Lucy 和其他专家受访时就认为 煽动对接种中国疫苗的恐惧 可能会损害公众对政府 卫生措施的整体信任 包括不信任之后推出的 由美国制造的疫苗 连菲律宾卫生部门发言人都说 这件事有关国家应该调查 大家都记得当时疫情很劲 Worldometer 网站数字就显示了 自至今年4月13日 全球感染新冠疫情的个案 超过7亿中 有超过700万人死亡 当中美国死了接近120万人 巴西71万人 印度53万人 至于菲律宾就死了6万7千人 我们就没有什么有效的手段去医 很多人不幸中招病逝 亦都很多人好 但就有很多的后遗症 包括老母 记忆力下降 抵抗力亦都非常弱 当时全世界的物资极短缺 大家呼吁打疫苗 难得有方法可以压制疫情 但美军竟然恶意中伤疫苗 暗瓦底地推动反疫苗运动 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为了要对付中国 美军的做法令到多少人 怕了打针而中招 多少人因此而病死 民主霸权简直是人类的公敌 说实话 为什么这段新闻 会在这个时间出现 有分析就提醒大家留意时间 美军这个抹黑中国计划的时间 是由时任总统特朗普任内开始 直至到现任总统拜登上任几个月 才叫停 所以用另一个方式去说 这宗新闻 是否用来骂特朗普卑鄙的手段之一 6月27日 就是拜登和特朗普的第一场大选辩论 报道选这种时间去面世 真是perfect timing 你想想政治选举可以有多阴险 有句说话叫做 零给人知 莫给人见 这种这么欲酸的丑闻 明明就应该埋在地底 不可以面世 人人都知道美国是没有底线 但不知道美国可以是这么没有底线 现在路透社了出来 直接告诉你 美军真是有多战格 对美国的形象造成严重的伤害 如果有人真是刻意 选大选开打的时候爆料 是否反映有些人为了要赢 可以完全不理美国自己这个国家的声誉 这个是否美式民主不知所谓的另一个体现 我只是想那些永远觉得 美国適合的聪明子女 看一看这宗新闻 希望他们对美国霸权 有一些新的认知 好了 今集的今日焦点来到这里 明天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 明天再和大家相似 Ulb 明天再和大家的居合 你会想到这个社会 向大家的确信 明天再和大家的内容 明天再和大家的视频 感免 descri写